一颗电池完全不用任何的线 就可以有荧幕、图传加录影功能 这真的是 哇塞 太猛了 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款 拍片的时候超厉害的一款传品 结合了三个东西 金看萤幕、无线图传 还有荧幕录影的三大功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SIMBO ZEO 600MS 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 盒子里面有一些说明书 盒子里面直接附给您一个玻璃保护贴 好这就是我们三合一的超级神奇的产品 金看萤幕无线图传加上萤幕录影 哇塞 它后面有一个小风扇 那因为有萤幕录影功能 所以它直接里面附给你一张64GB的记忆卡 那盒子里面还直接附给你一条SDI的线 一条HDMI大头转大头的线 还有一个萤幕云台 哇塞 这个萤幕云台真的是真采实调 非常扎实的精神 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五支短短小小的天线 那你如果想要升级你5.8G的天线 你可以简单的去购买SMA接头的天线 就可以直接做替换 天线连接的部分也有告诉你 哪一边是5.8G 哪一边是2.4G 避免你换了一支5.8G 结果插错插到2.4G 结果发现都没有宣号之类的 哇这产品真的是太帅气了吧 这后面整个是全金属机身耶 好啦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这个萤幕它的外观 还有它的插孔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这个萤幕呢是2000Lit的超高亮度的萤幕 那它还有超高对比度1200比1 这在平常的便宜的萤幕是没办法看到这种超猛的规格的 萤幕的四个角落有四个洞洞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原本设计要给你放遮光罩的部分 结果发现哇塞2000Lit 在大太阳下面根本不需要遮光罩就看得到萤幕啦 所以它连盒子里面也没有附给你遮光罩 那我们上方的部分就是插四根天线 电源键在左边 这里有两个自定义按键 右侧可以装一张全尺寸的SD卡 下面有一个四分之一的孔位 还有附上定位插销 让你配件啊或是萤幕安装不会扭转 后方有SDI IN跟OUT 有一个NPF电池的插槽 还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在这里 帮助散热 左侧有HDMI IN跟OUT都是镀金接头了 那还有一个耳机监听孔跟DC 电源输入 下方也有一个四分之一的孔洞 也有定位插销 还有一个USB Type-C 的孔位 我们现在讲一下比较简单的 就是无线图传的功能 所以现在它是接收器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相机上面有一个发送讯号 那这里有一个它原本的接收器 那它原本的接收器就需要比较复杂 所以它自己也要供电 萤幕也需要供电 还要接一条线 那这个ZO600MS整个就简单很多 它只需要调到RX接收器模式 我们整个只需要装一颗电池 我们就可以看到画面 这样两个比较起来 这个肯定是简单很多很多 那接收器设定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进到我们的Input 选择Wireless 选到我们的频段 我们现在是B频段 我们就可以直接连上非常快速 那如果要传输模式呢 假设你把这个放到萤幕 好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输入讯号 输入到这个萤幕 那我们用无线的方式 就是传输到我们的接收器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影像 哇塞 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全部都在ZoLink 这一个系统里面 那我们可以接收器 发送器 这样混着使用都可以 真的是超级方便耶 土船的部分就这么简单 收发都可以办到 那我们直接来到了萤幕的部分 那萤幕 其实我们直接这样看 这个萤幕其实已经是最亮了 然后这个其实还没有都最亮 我们现在才几%的亮度呢 我们来看看 0%的亮度就已经比它亮了 什么鬼 我们直接把它开到100看看 100% 哇塞 你自己看 你的萤幕都已经爆炸亮了 已经过曝了吧 超级亮的萤幕 所以这真的在大太阳下面肯定没有 没有问题啊 你看这个最亮才这样 这个最亮已经炸开来了 这萤幕的功能其实满齐全的 而且非常流畅 我们用这个试播器先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们Wayform Histogram Vectorscope打开 它不会卡卡顿顿 而且解析度蛮高的 非常及时啊 你自己看 哇塞 看起来非常流畅 如果用比较便宜的萤幕 这个试播器就会看起来一格一格的 像马赛克一样 下一页就是一些标记的部分 像是我们有安全的安全框标记啊 有九宫格的标记啊 有Anamorphic D-Squeeze 就是你用变形镜头 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最终输出的样子 还有像中心标记之类的 这些标记该有的都有 下一个就是有我们的峰值对焦 我们也可以调整灵敏度 来辅助你手动对焦的准确程度 还有我们Zoom In 就可以直接用两只手指头 放大 下一个来到我们曝光辅助功能 我们有我们 Zebra看到高光哪里炸掉 还有我们有False Color尾色彩看到我们整体曝光到底阶调怎么样 还有我们的Monochrome就是我们黑白 让我们直接避开颜色不谈 看看到底我们的曝光怎么样 最后一个色彩页面就这里可以开启我们的LUT 你可以自己汇入你自己的自定LUT到这个萤幕里面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Gamma曲线 我们的HDR功能 像是我们如果Sony拍HLG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开HLG 你就可以看到最终高动态范围的影像长怎么样子 那后面还可以调整我们萤幕的色温 还也可以自定义色温 那到设定里面就是我们调整我们面板的部分 我们这个萤幕的显色部分 那亮度对比 饱和度跟锐利度都可以来调整 我们也可以去单独拉RGB的色彩感杆 那你如果有校色器的话 这些都可以自己去做深入的调整 萤幕背光调整是在设定里面的设定 然后里面有一个背光调整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亮度 背光开到爆炸亮 那上方有两个自定义按键 有很多很多选项 你可以自己去挑选 那我现在是调成Zoom In 就是我们第一个是Zoom In 我们就可以放大 那第二个是尾色彩 让我们确定我们的曝光 那你可以自己调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萤幕的部分也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录影的部分 它直接把我们现场看到的影像 入进我们的记忆卡 这么方便 那所以像是场记啊 或是美术要看美术的位置啊 或者是谁要去检查说我们演的戏 要左手右手啊之类的 我们回放不需要去碰相机的 我们直接 按停止 我们直接进去我们的播放页面 看我们刚刚录的什么东西 多么方便 那录影的功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这个Zoom Link系统里面 我们录影不一定要手动去按开始录影 停止录影 我们这里有一个模式就是Trigger 就是我们如果相机现在正在录的话 它就会直接触发我们这边的录影 所以我们不需要手动去按 停止录影开始录影 它就会自己跑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办到了 反正就是一个神奇的黑科技 那它也可以跟着我们的Timecode去说 到底有没有在录影的部分 它也会自己侦测 反正就是一个自动自动化 你相机按Roll 它就会一直录 相机CUT 这边也是CUT 那你就可以轻松的回放我们的档案 这真的是超方便耶 我真的觉得这个三合一 荧幕录影加上图传功能的这个产品 超级厉害 你看 完全没有线耶 然后我们不需要像是正常的图传 还要这样子接来接去 装来装去 还要想办法我们图传接收器要放哪里 这些线啊 转接的啊 这些都可以拿掉 就变成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 装一颗电池就可以使用的装置 这真的超级厉害 之后我还会再做更多的分享测试内容 我会把它丢在我们的工作室 YouTube 频道上面 所以有兴趣你可以先去订阅起来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ZOLEK ZO600MS 萤幕 陆尾跟图传的产品 开箱分享影片啊 当然喜欢这支影片按个赞 对我们的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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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